再來看到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今天南下高雄召開第二波立委提名記者會 當然就是針對民眾黨的提名狀況 但其實有這場記者會狀況不斷 包括啟動儀式出包 參選台上致詞稍嫌緊張 最後柯文哲是召回主舟趕緊開炮 批評總統蔡英文跟高雄市長韓國瑜 甚至是狂酸高雄現在是沒有市長 三 二 一 南美平衡 眾志澄澄 都還沒準備好就下口號 民眾黨第二波立委提名記者會 要營造氣勢卻出師不力 不只主持人出包 參選人們 似乎也過度緊張 大家都知道這是場地一戰 那是不是 朱生之毒不問苦 是不是可以借用在場所有的人的雙手 給予民謂一個鼓勵 大家好 好 我是謝文青 這一次代表台灣民眾黨參選 看不到他對高雄的規劃是值得政策 說要高雄發大財 這個 各鄉 發大罪啦 提名十位參選人 一回有人在台上看稿 一回卡詞 狀況不斷 柯文哲眼看不對勁 毛起來轉移話題 黃皮藍綠 就好像我們會負責有種 你動算喔 真的兩岸關係 你現在這樣一直降下去嗎 到底要不要 你會不會轉彎 那八大財 你知道喔 這個就 這個就算了 不要吃韓國泡好了 那時候我現在在逃中 拿去 怎麼跟你講 家裡沒有搭去 不過韓國瑜的問題是比較小的 因為他什麼時候還沒做 人家沒有壓力 一提到高雄市長韓國瑜就直搖頭 柯文哲來到高雄採地盤 一早青年論壇就已經把 對韓市長的炮口活力全開 台北市還是比較 在地方政府裡面還是算是比較完整 其他的縣市 你們現在連市長都沒有了 記者會儘管有些爛慘 但靠著已經不是政治素人的柯主席 把焦點轉回第三勢力 母雞帶頭不讓民眾黨有備 邊緣化危機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全運輝 那是什麼 好看嗎 本身後緣會不會太遠 沒差 你沒來 我也會從第一 不會打 在哪都照打 有差嗎 所以差別是 差載我們可以一起來 一起加油 一起死後 差載 你看完就差 好看